好,老師您來看一下,有些 老師如果用notebook,可能發現說那個視窗抓不到 那其實 您如果進到這個協助平台 您到這個虛擬攝影門開講這個裡面 好,你往下走 會有一篇文章就是介紹到這一塊 這個 不過 以前的問題通常是在顯示器擷取才會遇到 好,但是我發現現在好像有很多老師,你的那個 視窗截取就有問題 你點這篇進來 好,我們往下走 您如果電腦 他是有獨立顯卡的 那可能會發現您在桌面上按滑鼠的右鍵 他可能會有這個 這個另外一個顯示卡的那個 設定 好,存取的控制面板 您可以找找看看有沒有 按滑鼠的右鍵 找找看,那他裡面呢 就有去指定 這個地方 哪一個應用程式 要用哪一塊顯示卡 那麼因為呢,他預設值 他會用 硬體加速的 所以反而抓不到 您的那個全畫面 所以您可能要從這邊去指定 他要用所謂的圖形整合 也就是整合圖形,就是用比較低階的那一塊 不過因為 每一台notebook的設定會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可能 如果您找不到這邊 可能就要再看一下 那個 您的顯示卡是哪一塊的 這樣OK嗎 好,所以這個是針對 如果說萬一您抓不到 這個畫面的時候 可以考慮用這種方式 這樣子 謝謝 謝謝 祝abilir wondered